我们现在要来处理这个微分方程组 那这个微分方程呢 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x微分变成只跟x有关 当然我们就要重新来组合 那这种概念就是叫做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对角化 目的对角化成这样子 那我们的结果呢 我先把它写出来 最后结果其实会长成这样子 比如说前面乘一个p 后面乘一个p反 刚好这个矩阵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边再重新组合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这边也再把它重新组回去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对角的样子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找呢 就是我们要先去找特征向量跟特征值 什么叫特征向量 特征向量就是au等于lambdau的u 所以现在这个a乘u等于u 但是这边有一个很妙的就是说你lambda可以把它提出来 就变成lambda贝的单位矩阵的uv 那这时候呢把这两个相减u拿出来 其实就变成像这样子 1-lambda3 一个是1 一个是2 把1带回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呢 这里是03 对就是03 那这里是02 03-02 那我们要跟多少层才变成00呢 03-02就要跟什么 110层 110层 所以这个1对应到的特征向量就是10 另外一个呢lambda等于2的特征向量 把2带回来就变成了-13 然后这里是00 那这个要跟什么样作用会等于00呢 所以这里就是刚好写成31 31就是我这个答案 所以这两个就是我p 这是我p的两行 那我们可以再来注意一下 这个跟这个向量场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大概可以看到 这个向量场 这个方向其实大概这样 这个方向就是我们刚刚在找的31方向 那这个方向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找的110方向 从这个向量场里面 其实就可以看出这种特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应用啦 对就是说 真的在微分的向量场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这里就是说任何向量最后怎样 都会往这两个方向去跑 那种感觉就对了 好 好 好 按摩